主席最新的現場消息 繼續要來關心 這是過台面 沒有參選每年的總統代算 國民黨主席 吳俊仪肯主席有最新的回應 反而在立委這一局弄國民黨 挑戰國民黨 我不做這樣的揣測 剛才我也講 總統的選舉當然很重要 可是我們立法院是單一的國會 國會非常重要 你就是有總統有行政院長 你提的法律跟預算 如果得不到國會的支持 那也是往南 所以我們希望在明年1月11號的選舉 給國民黨再重返執政的機會 一 是希望支持國民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 二 也是非常重要 就是立法院希望能夠在113席 能夠讓中國國民黨達到60席的目標 這樣一個穩定的國會 對穩定的行政才能夠做全力公正無私的監督 然後讓國家的好的政策 能夠順利的推行 那怎麼處理郭台銘的黨籍問題 會造成國民黨三殺零的狀況 楊世秋說的 楊世秋說的 我不認為是什麼三殺二殺五殺七殺 這個我不相信 只要人有誠意 用心 那用合理的方式去溝通 就可以減少殺七 會充滿和諧之氣 這個很重要 那要怎麼處理郭台銘黨籍的問題 那我不能講說我怎麼處理 我只是國民黨主席 我也不能說 誰就是脫黨 明天入黨 這東西一定要好好的溝通 會希望大事化小 小事化五嗎 但願那種和諧之氣 能夠重新再回復 所以會把黨籍還給他 然後叫他留在國民黨嗎 會把黨政還給他 叫他留在國民黨嗎 我不能做單一的方法 那你有什麼方法 還在動腦筋 請你提供指教給我 那有輕鬆一點嗎 看你有什麼方法 有輕鬆一點嗎 哇 當然昨天他做的這樣的宣布 是朝著祥和團結的目標在走 所以很感謝 有什麼話要跟他說嗎 謝謝 謝謝 我想 我誠摯的問候 他也是我多年的好朋友 所以我也問候他 健康快樂 我們共同努力 讓中華民國能夠恢復 國家社會的和諧安定 這是我們共同的目標 他有回復你嗎 過去我都是請郝龍斌副主席 去跟他溝通 那現在他已經宣布不參選 總統的職務 那我們希望能夠合作 我會用各種好的途徑 包括請郝龍斌副主席 可以繼續跟他來溝通 那適當的時間 我也希望能夠去跟他請郁 他畢竟是我們中華民國 可以說是企業界裡頭 規模 事業 貢獻最大的一個 我們非常尊敬他 過去也都是好朋友 所以我覺得烏雲散掉以後 希望能夠陽光普照 那還會開閘他嗎 不會啦 要怎麼開閘他 因為希望他不要自己提議的立委 他的宣布不要選人 我再開閘我就不在精神問題 那王金平呢 王先生也是多年的好朋友 也是很多年的好同志 我相信他有智慧跟抉擇 我們希望有一天能夠通通波雲見日 這是我們共同的期待 謝謝啦 謝謝 感謝啦 感謝 從這